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年初上映的电影肃海珍 长达十个月的配音工作 一度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睡觉 肃海珍是霹雳不带戏拥有极高人气的角色 黄文泽为其配音 角色经典台词半神半圣一半仙 全如全道是全弦 脑中真书造万卷 掌握文武半边天 更掀起一阵模仿热潮 他投入配音工作望我 曾谈及自己配音时如何投入 我常常是这样 当一个人进入情绪以后 你就不能自由自主 你讲的话已经进入了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自然讲了就会犯泪 黄文泽为黄海带布袋戏家族的第三代成员 黄俊雄次子 是布袋戏配音界的第一号人物 有义兄黄强华 一双胞胎帝黄文耀与两同父一母弟妹黄凤姨 黄立刚 目前在家摆设灵堂相关事宜家属预计 今日会对外宣布消息 1956年 生于云林的黄文泽 黄文泽最早跟随父亲演出经典作品《苦海女神龙史》 就曾吃过不少苦头 据说他一开始时 增花了近一个星期 只为学习布袋戏剧中的台语口文与台词 也能一亏他布袋戏上所付出的努力 后来因和父亲理念不同 黄文泽和哥哥黄祥华令组大霹雳节目录制公司 并在霹雳布袋戏节目中配音 一人分事多角 直到到2021年11月才交报 一路磨练成诗的黄文泽 声音多变性强 举凡霹雳布袋戏中演出的男女老幼 飞琴走兽 几乎各种角色的口白 皆由黄文泽操刀 不只是配音 一气呵成的表演方式更是受到外界高度肯定 是许多有志从事布袋戏配音者模仿的对象 今年黄文泽也在武侠电影苏海珍现生 并入围2022台北电影节 去年11月就有粉丝发现电影宣传影片中亮相的黄文泽受了不少 据传在他离世消息传出前 健康早已亮起红灯 去年底曾因心肌梗塞祝愿开刀 而黄文泽的双胞胎弟弟黄文耀 也在今年2月因病离世 如今 黄文泽突然传出过世消息 台湾布袋戏界一年痛失两国宝 也让剧迷十分不舍 黄文泽的父亲黄俊雄是布袋戏开创性的大人物 而黄文泽尚无死对于黄俊雄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黄俊雄从14岁起 他随父学习布袋戏 由后场学起至吹 打 拉 演 鞭 讲 且凭借着深厚的汉文根笔 也是有戏主角主题曲的作词人 据代表性歌曲如《苦海女神龙》等作 黄俊雄于19岁时组成五周园第三团 后改为《真五周掌中剧团》 其作品《云州大如侠》是台湾电视布袋戏的代表作品 黄俊雄易自创布袋戏拍摄技术 至今已成为专业节目制作系统 1958年 黄俊雄将西游记拍成电影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将布袋戏拍成电影的先驱 尽管那部片并未赚钱 但让黄俊雄学会如何运用镜头级拍摄大荧幕的技巧 1970年3月2日 黄俊雄将《黄海带》的《钟永笑意传》改编为自己的首部作品《云州大如侠》 首创电视布袋戏戏剧剧 他将布袋尺寸加大 强调眼部的神器 以流行音乐取代传统的锣鼓 在台视播出后轰动全台湾 造成万人空巷 纷纷写信至电视公司要求加演 从原来一周演出一次 逐渐加码为每天播出一集 连续演出583集 创下当年台湾电视节目最高收视率97% 但过高的热度使得观众都放下手头的工作 一心只想看剧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因此1974年6月25日 遭国民党政府以妨碍农工作息为由停播此举 黄俊雄本人目前则与第二任妻子西青所生的小儿子黄立刚 长女黄凤仪共同经营金光布袋戏继续 活跃于台湾电视布袋戏市场以及剧场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 黄俊雄的前妻西青 是著名的歌手 她本名刘立真 生于云林县谷坑乡田新村 因演唱过许多筷制人口的布袋戏歌曲 人称布袋戏歌后 早期跟随宝岛歌王叶启田登台演出 1969年被迁进海山唱片 1971年黄俊雄布袋戏六合大人 霞中以可怜九家女一曲成名 随后更主演同名电影《可怜九家女》 从此西青女士以演唱布袋戏歌曲闻名 由其一首苦海女神龙奠定歌坛地位 西青与黄俊雄的结合 有着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姻缘际会 西青加入海山唱片后 恰巧遇到黄俊雄想为布袋戏歌曲的幕后演唱寻觅合适的声音 因此透过陈和平老师的推荐 西青与东青 南青三人和黄俊雄大师有了初次接触 后来黄俊雄大师在听过西青的歌声之后 格外有感触 为其歌声所深深撼动 再加上西青和黄俊雄是同事云陵人 在所谓乐视顾湘元 人是顾湘美的姻缘下 西青便成为黄俊雄布袋戏的幕后主唱 经过多次的合作 两人渐渐熟悉起来 而黄俊雄也喜欢上了这个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子 但是由于黄俊雄的第一段婚姻是因他的出轨而结束的 因此西青在面对黄俊雄的追求时 显得有些犹豫 但黄俊雄并不放弃 当年为了追他 跑遍全台 终于在黄俊雄温柔体贴追求下 西青的芳心被打动了 最后两人于1975年结婚 婚后两人十分安爱 在工作上也相互扶持 之后西青更是为了家庭淡出演艺圈 专心为黄俊雄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但是好景不长 两人的婚姻在第十九个年头时 画上了句号 不过因为两人约定好不将离婚消息对外发布 因此外界毫不知情 直到20年后的2014年 才爆出两人离婚的消息 而离婚的原因是一因为 两人婚后黄俊越来越红 已越成为台湾国宝及稀有大师 但也因红得早 不少名人急欲想与他熟事沾上边 黄俊雄更有大批死中女粉丝 透过各种管道示好求爱 知情人士就称大师当年其实就很像阿基世了 但这却让西青相当不满 到了1981年 黄家将工作重心移回云林 更投资饭店交给西青打电 没想到黄俊雄竟与饭店柜台女工作人员搞暧昧 让西青觉得怎么跟谁都能有绯闻 于是坚持要求离婚 尽管黄俊雄苦求 仍换不回夫妻缘分 两人签字离婚 至于不公不婚离婚讯息的原因是因为 两人离婚签字时便有了共识 不将此事告知外界 加上当时两人在云林发展 云林民风淳朴 黄俊雄拜托西青暂时别搬走 以免引人议论 西青直到签字离婚三年后才搬回台北定居 过着平淡生活 对于离婚一事 西青接到周刊求证电话时虽然惊讶 但也表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 更说自己现在与黄俊雄是很好的事业伙伴与朋友 还叮咛记者别写的太夸张哦 他与黄俊雄离婚后虽然偶有联系 但双方不曾同台 直到八年前儿子黄立刚投入布袋戏 为了力挺儿子才与黄俊雄在同台 离开演艺圈后他做过房地产投资 但坦言没赚到什么钱 近来则是支持儿女事业 接接商演 与黄俊雄的相处模式则向亲人 自己颇喜欢这般云淡风轻的生活 如今的黄俊雄虽已是88岁高龄 但多年来仍致力于本土文化艺术的发展及推广 让更多的人认识布袋戏文化 从最早期的扁淡戏 到传统小型布袋戏 再到电视布袋戏 直至改良过的大型三尺三寸电影布袋戏等 以百余年的历史 背负着传承的使命 前段时间 他更是在南投县府文化局演艺厅 带领真舞洲布袋戏团演出经典作品 云州大如侠武林大风暴 吸引数百位民众服老邪又到场争赌国宝大师 黄俊雄风采 高龄近九十岁的他亲自为布袋戏配音 一人分饰十多个角色 生计精彩绝伦 令观众惊艳不已 掌声不断 后来更是在父亲黄海代一百二十一岁明代时 日前立委黄逢时 霹雳国际多媒体副董事长黄文泽 金光国际多媒体董事长黄立刚等黄家子孙一起为宗师助寿 黄俊雄戏说父亲对偶戏坚定的信念才让台湾偶戏发展至今 扬明国际黄俊雄说 他参加过很多国际偶展 认为还是台湾布袋戏 不论操演技巧 口技对白 音乐都是最顶级 也最难学 这向台湾独有的绝技一定要世代相传 永世不朽 他带领大家一起吃猪脚寿面 为父亲助寿之外 更亲自录两首 用父亲留给他的关公布偶上演 关公道拖刀斩菜阳经典桥段 为父亲助寿 黄俊雄不但口技绝佳 还来一段抛偶翻转的绝活 关公在空中翻了两圈后再出刀 精彩手艺和口技 许多人难得一见台湾布袋戏大师现役 直称大师功夫原载 全场并抱以热烈掌声 拉抬了助寿气氛 黄俊雄说 虽以年纪一大把 仍会继续努力 把父亲忠孝结义 确实教化精神传下去 让台湾布袋戏更上一层楼 黄俊雄发扬布袋戏文化的决心 值得大家的敬佩 也感谢他为布袋戏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希望他可以早日走出丧子之痛 也希望他本人可以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